8月31日 一辆从以色列特拉维夫 飞往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航班 穿过了中东无形的地缘长城 当它降落在阿布扎比时 半个阿拉伯世界躁动了 这架印有大卫之心的 以色列蓝白两色国旗的飞机的落地 在美联社看来 是中东和平新进程的象征 但在巴勒斯坦等国看来 这不斥于懦弱的阿拉伯兄弟的背叛 和敌人对祖先领地的占领 巴勒斯坦的愤怒 不仅剑指特朗普 也指向这场中东变局的总操盘手 贾瑞德·库什纳 而他恰好就在这架 从特拉维夫飞向阿布扎比的航班上 同行的还有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等美国和以色列高官 库什纳是谁 或许乍一听这个名字 许多人觉得陌生 但提及他的老婆伊万卡·特朗普 大概你也要 哦一声 这个第一女婿 美国驸马 为何会频频现身中东 搅动中东乱局呢 这边要提到他另一个身份 犹太人 从建筑报端的新闻看 库什纳似乎是个白宫坠序 和着特朗普家族走上人生巅峰的富二代 比如拉偏价的中东和平计划 比如在白宫睡大觉的白宫战略顾问 再比如在美国疫情爆发初期 全盘掌控联邦防疫物资采购调配的他 向各州喊话 联邦储备是我们的储备 而不是给你们用的 这遭到了美国网友的怒斥 这些储备不属于特朗普家族 而属于人民 推特上甚至挂出了送库什纳进监狱的话题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美用的白宫坠序吗 还是隐形龙王 你认为答案是一还是二 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库什纳 生于1981年的库什纳 身高1米91 毕业于哈佛大学 纽约大学博士 25岁 其富因政治现金被关入监狱 还在读书的他 休学力挽狂澜 拯救了家族事业 30岁不到 他便建立了自己的传媒帝国和地产帝国 2015年 便被财富评为40位40岁以下 最具影响力商业人物 2016年美国大选 他坚定战队特朗普 一手操盘希拉里邮件门 确立特朗普推特竞选的战略 被谷歌前执行董事长施密特 视为把特朗普送入白宫的人 36岁 他成为白宫高级顾问 其后登上时代周刊 正如美国媒体所言 与其说 是库什纳攀附特朗普家族 吃伊万卡的软饭 不如说 特朗普的崛起 是库什纳的作品 伴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决战阶段 拜登的竞选团队 也将视线盯紧了他 2016年 正是他卷起了美国大选的最大变量 击溃了稳赢的希拉里 今年 这个白宫军师 是否有了新的锦囊妙计呢 至少 我们还能追溯2016年大选 一窥这位公关大师的手腕 在2016年之前 库什纳家族 一直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 其副早年的政治献金案件 也是献给了民主党 但当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选时 库什纳却毅然地和民主党做了切割 和本来相交甚密的希拉里克林顿家族 老死不相往来 竞选之初 库什纳搜集资料 为特朗普研究出税务贸易的政策立场 并以双倍重金 沿请政策专家 补齐老丈人从政经验为零的短板 在最初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里 库什纳扮演着媒体公关的角色 特朗普戴着红色棒球帽的经典形象 便是出自他的设计 而这其实是有意将特朗普 塑造成美国红脖子老白男的代言人 捆绑沉默的大多数的民意 据说 最初特朗普对这造型很是抵制 但库什纳用大数据说服了他 在特朗普竞选期间 库什纳严请众多硅谷专家 专门成立了一个约百人的数据团队 开发出能精确掌握于选举 选民广告等相关的秘密数据 这些秘密数据既是杀手锏 也是他说服高傲岳父的硬资料 而面对民主党掌控的主流媒体的炮轰 库什纳另辟蹊径 把社交媒体作为舆论战的主阵地 特朗普迷上推特 其实也是库什纳的有意为之 特朗普的推特最初不是特朗普发 一切社交媒体的信息流量 全都归口于库什纳 而推特的内容便是特朗普和库什纳 在私人飞机特朗普一号上 一边吃麦当劳麦香鱼 一边讨论出来的 此外 他还给特朗普拍摄讲述政策的Vlog PO上网 这些视频形势粗浅 诉求直接 成本低廉 但在网上却吸引了超过7400万人次的浏览 而在选战中 他导演的最精彩的一役 便是希拉里的邮件门 邮件门最初曝光是在2015年 当年3月 希拉里承认在其任职国务卿期间 使用私人邮箱处理了约6万封邮件 而在2016年大选进入白热化的7月 希拉里邮件门的丑门才开始铺天盖地 席卷社交媒体 而其中甚至流出了邮件内容 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在大选前的2016年10月3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筛查出一些伪造邮件 指出是在抹黑希拉里的竞选阵营 但这些伪造邮件 已然引起了民意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 这场舆论战的引线 正是库什纳点着的 概括地说 在选战中 库什纳有三条妙计 其一 强调分歧 刻意制造对立 立场取代了能力 其二 舆论肯荒 善用社交媒体 巧妙避开了主流媒体的围攻 其三 引爆炸弹 舆论围攻对手 邮件门一击毙命 即便歪去了事实 当然现在还多了一条 其四 身处危局 用好手中权力 毕竟特朗普已经住了四年白宫了 美国选战的白热化阶段 或许这一条 才是最大的变量 2017年 94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曾直言 特朗普主政以来一些匪夷所思的政策 与白宫中的一些事件 实际上 是白宫内正发生一场犹太人 与分犹太人的战争 特朗普打算将库什纳 打造成犹太救世主 让他扮演以色列最伟大保护者的 历史性角色 幕下 这位幕后军师已经走到了舞台前 特朗普的推波助澜 意图达成什么世界性 或对阔什纳本人的政治目的呢 还是要等这次大选 成案落定之后 才见分晓吧